最好的礼物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 棉花糖 不要乱扔东西 棉花糖 哪来的这么多零食 都是蓝天爸爸送我的礼物 那也不能吃这么多 我每天都这么累 怎么没有礼物 终于干净了 您好 有你们家的快递 妈妈 快把我打开 蓝天爸爸又送我礼物了 云朵妈妈照顾棉花糖辛苦了 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这是蓝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蓝天帅 最近胖了好多 白色马根本穿不进去 红裙子好漂亮 我也要红裙子 跟杂志上的亲子装一样 我要和妈妈穿亲子装 棉花糖 这条裙子真的有点贵 等妈妈以后再买给你 真的很贵 把买红裙子的发票寄给我 妈妈要把红裙子退掉吗 告诉你吧 棉花糖也很喜欢红裙子 告诉你吧 棉花糖也很喜欢红裙子 妈妈每天为了照顾我都很辛苦 对不对 红裙子是蓝天爸爸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对不对 妈妈很喜欢那条红裙子 对不对 妈妈要退掉那条红裙子 为我买同款的小裙子 我一定要帮妈妈留下那条红裙子 棉花糖 来啦 你知不知道 剪掉了标签 这裙子就退不了了 妈妈别生气 留下裙子吧 裙子很漂亮 这是蓝天爸爸的心意 那你是故意剪掉标签的 因为妈妈照顾我很辛苦 这是蓝天爸爸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我不要同款的小裙子了 其实我是因为胖了 裙子号码不合适 才想退掉裙子的 那怎么办 裙子退不了 妈妈又穿不了 妈妈有办法了 喜欢吗 我喜欢 莲花糖 云朵 你们好 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什么秘密 裙子的秘密 你好 最好的礼物到了 蓝天爸爸又送妈妈最好的礼物了 我终于可以和爸爸穿青子装了 我终于可以和爸爸穿青子装了 牛奶战争 我吃饱了 小包子好好吃 你喜欢就好 棉花糖 你的牛奶还没喝掉 快喝掉它 我不想喝 我以后都不要喝牛奶了 为什么 喝牛奶是很坏的事情 我以后不光不喝牛奶 连带牛奶的东西我也不吃了 这孩子是怎么了 面粉 鸡蛋 还有这个 这应该就吃不出来了 接下来就等着蛋糕出炉了 吃饱了 云朵妈妈 做的是什么 闻起来真香 这是我独家配方的松软蛋糕 是香香香 软绵绵的那种吗 太好了 我都好久没吃到云朵妈妈烤的蛋糕了 谢谢云朵妈妈 那我就不客气了 云朵妈妈 这蛋糕里面有什么 有面粉 鸡蛋和糖 有牛奶吗 大人不可以说谎骗小孩子 是的 这里面有牛奶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喝牛奶 但牛奶的食物我也不要吃 所以不要再让我吃蛋糕了 李欢 我们走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不行 我得攻克这个难关 好了 牛奶里的营养成分都记录好了 接下来是牛奶对于小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作用 关于牛奶的一切资料我都查好了 我就不信说服不了棉花糖喝牛奶 棉花糖 妈妈想跟你聊点事情 我查了关于牛奶的许多资料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关于牛奶的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反正我也不打算喝 为什么要知道 棉花糖 你有选择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的权利 但是至少要告诉妈妈是什么原因可以吗 可以 我不想喝牛奶是因为毛茸茸 毛茸茸 你不喝牛奶跟毛茸茸有什么关系 因为上周毛茸茸去了一次农场 他跟我说看到了小牛宝宝在喝妈妈的奶 农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毛茸茸 小牛宝宝喝的奶和我们喝的奶是一样的 这样说的话 我喝牛奶就相当于是在抢小牛宝宝的奶喝 我才不要那么坏 棉花糖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拒绝喝牛奶的 没错 我喜欢吃云朵妈妈包的小包子 如果有人每天都把我爱吃的小包子抢走一半 我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你这个孩子可真有意思 这有什么可笑的 我是认真的 我才不要当抢小牛宝宝奶喝的坏人 所以您就不用再劝我喝牛奶了 傻孩子 告诉你吧 奶牛妈妈的产量是很高的 小牛宝宝根本喝不完 而且奶牛厂的工人是会把小牛宝宝要喝的奶提前留下来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喝了牛奶 小牛宝宝就会饿肚子 这是不存在的 明白吗 真的吗 云朵妈妈 你没骗我吗 小牛宝宝不会因为我喝了牛奶就挨饿吗 当然 我向你保证 没有一头小牛宝宝因为你喝了牛奶而挨饿 原来是这样 那太好了 那我还是选择继续喝牛奶好了 对了 云朵妈妈 我要吃你烤的香喷喷的高出炉的蛋糕 没问题 蛋糕马上就到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